提到黑帮,首先想到的是暴力 在日本,这个黑帮合法的岛国 充斥着大大小小组织机构 他们徘徊在法律的边缘,做着犯罪的狗荡 发展到今天,他们与时俱进 试图将黑洗白,做正经生意 但其中的秘密依旧很惊人 身为超级城市东京 人们只关注到它风光绚丽的外表 却不知暗藏在阳光下的黑暗 黑帮操纵着不为人知的秩序 东京地区颇为庞大的组织山王辉 手下壮多,生意涉及多个行业 警方片刚早已注意他们很久 明知他们在犯罪,却抓不到任何把柄 山王辉目前由会长、独长大权 副会长加藤做副手 他们两个属于权力的第一阶层 下面有第二阶层,池元集团 组长是池元,副手小泽 池元下面直系手下大游组 大游为组长,水野为副组长 池元负责组里的会计 大游组平常工作就是处理脏活 打架斗狠,解决人都是他们的职务 组织的等级制度相当森严 上级的活儿,难不成就要自杀些罪 这一天,组织开完大会 副会长加藤找到池元 警告他,他最近和村赖组走得太近 贩卖毒品生意有失颜面 让他想办法处理掉对方 村赖组是当地一个小帮派 他们有强大的后台保护 村赖和池元曾经是育友 两个人还立约成为了兄弟 关系非常的要好 村赖毒品生意在池元地盘贩卖 村赖给池元分成,还有给会长分成 现如今过于赚钱 引起会长贪心 安排池元受村赖的地盘 由于是外拔兄弟,池元不好直接出面 脏货自然落到大友头上 想要引起纠纷不能硬伤 需要头脑,需要计划部署 在江湖混也需要讲规矩 谁有理谁就硬起 大友需要合适的理由开战 首先找到警方骗刚 他俩原来是一所学校的 大友是骗刚的前辈 学校时期骗刚打架很差 只会投机耍滑 现在靠着在黑帮身上砍油 大友很是看不起他 此次找他是为了证实 给了他钱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然后派手下假装成路人 被村赖的手下给忽悠找小姐姐 进入黑店强行消费60万日元 不给钱还不让走 只能借口回家拿钱 留进大友准备好的陷阱 对方见到大友之后连忙道歉 但事情已经晚安已 谁也已经交给他100万日元 然后让他滚蛋 拿到钱他很是惊恐 立马找到老大村赖 老大知道之后非常生气 让副组长木村带着手下的手指 和200万亲自上门道歉 大友本来就是故意找麻烦 怎么可能就此了事 刁难木村 为什么老大不亲自来 而是派他这个小喽啰 木村生性脾气暴躁 也是硬寒 对于对方挑衅大发雷霆 大友比他脾气更大 上去就是两刀划烂他的脸 自己的手下被人搞伤 村赖不禁不袒护 还骂他半使不力 这种怂也是可以的 他决定亲自找拜把兄弟 池原道歉 两人表面亲如兄弟 暗地里池原却装傻 表示对大友动作的事情不了解 只是随意打电话 训斥了大友一番 还抱怨毒品生意分成太少 会长那边须有五五分成才可以 村赖很后悔 当初拜把 池原和会长只想扎干他的钱 他还是太过于单纯 大友组明显知道上层的真实意图 调试只是钱财 主菜是村赖地盘和生意 全部夺过来为其所有 反正村赖那种存货不适合当老大 木村无法接受被欺负的事情 晚上带着人帮走大友的手下 一顿投打不成人形 第二天死在大友组的门口 本来已经结束的货段再次起火 会长表示自己帮会的人被杀 不做出回应 以后还怎么混 训斥时员让大友做出交代 命令一层传着一层 大友立马派人找到木村的手下 在即将逃跑的车上解决掉 双方各自损失一名手下 村赖再次找到时员商量 池原建议直接找会长解决 现在他也做不了主 村赖准备好钱找到了会长 答应生意的事情可以五五分成 会长并没有说事情已经结束 而是说应该团结一心 好好做兄弟 等村赖走后告诉池原 怎么可能此一个小混混就解决 他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上层的命令再次传到大友这里 他又结束脏活 执意对村赖动粗 趁着村赖补牙时 大友带着人包围了他 男人继续在他嘴里乱搅一番 经过大友这么一声 村赖成了哑巴 话也说不了任凭别人的安排 副会长加藤帮他做出决定 以后村赖隐退 不再管理地盘 每个月还会收到分红 安度晚年 他很气 但是也没有办法 当下能够活着就已经不错 池原还下令 牧村就放他一条生路 果不其然 牧村晚上便袭击大友的车 没有想到的是差点还被反杀 谁也故意放走他 留他一命 村赖地盘本收 所有人各自打上小算盘 会长让加藤开始处理掉池原 让他接手池原和村赖地盘 而池原的副手小泽也劝说大友 干掉池原 他做组长 大友做副手 黑帮暗藏杀机 处处都是危急 说不定那天就会死在自己的人手上 目前村赖地盘由大友管理 之前负责贩卖小混混都被召集过来 重新定义具体的分成 其中一个人说出赚钱的路策 村赖他们威胁小国大使馆 逼迫他们成立犯罪地点 很多人都在大使馆吸毒 警方没有特许 无法调查 由这种掩护他们可以无法无天 水野想通过大使馆开设赌场 但原来的使馆太小 大使又不太乐意合作 于是趁着一次晚会 安排漂亮的小姐姐吸引到大使 喝下不明液体之后昏迷 围造他杀人的假象 逼迫他强行改建大使馆的位置 于是乎使馆成为地下赌场 可谓是如日中天 残缘滚滚 不过池原总是不请自来 每次不带钱 走的时候还要赢钱 完全就是去压榨大友的 水野作为手下也没有办法 只能忍气吞声 坑他的不止有大哥 还有中心手下石园 本应该把赌场收益三成分给大使 可是石园贪污了一成 只给了大使两成 不仅如此 石园和小泽混在一起 还背着大友兼会长 最近大友的毒品生意利润下滑 地盘中有其他人贩卖 经过水野调查 发现他是村赖的手下 表面隐退 实际上还在搞事情 石园下令让大友做掉村赖 反正他已经没有什么用处 不知不觉 他又懒身上脏活 在早趟解决了村赖和他的亲信手下 本质按照上级指示做事 会长却通知警方抓捕了他 由于证据不足又放了出来 会长再次下令 让池渊驱逐了大友 由池渊亲自打电话告知 大友表示很生气 奴隶做事却被驱逐 他割下手指要找会长申渊 会长先是安慰他一番 表示驱逐是池渊自作主张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池渊现在已经老了 该退位了 做掉池渊就让大友接班 沙沙大友就这样被忽悠 但他不知道会长对小泽也说过同样的话 和副会长加藤也说过 晚上大友带着人抓了池渊 没有废话直接干掉了他 尸体通过大使馆的车 用到脚外掩埋 池渊死了 大哥的位置空了下来 会长单独约探了小泽 他如果想要上位 需要做点成绩 难道不应该解决掉杀你大哥的人吗 清除了仇人 上位理所当然 并让加藤派人手帮助 战争一触即发 双方火边接头 大友先死了两名手下 他不知道对方是谁 猜测可能是池渊的手下 或者村来的手下 根本不会想到是会长安排的 他通知谁也一定要藏好 不然大友集团就晚了 大友找到中间人骗刚 通过他的话才知道自己被骗 是会长忽悠 然后又杀他 骗刚全说被杀之前投降 也许还能保住一命 以后再说 以大友的性格肯定是要打 说话期间 池渊接口跑出去 骗刚离开之前 和门外加藤碰面 交代了大友的位置 派人在餐馆扔了手雷 大友幸亏在厕所 才躲过危机 本部也全面被歼灭 除了几个人外 大友可以宣告失败 生余的手下也难逃遇难 情人也被解决掉 死得最惨的当属水野 头被套住 绳子勒在脖子上 开着车硬扯了下来 画面惨烈 不忍之势 战争还没有开始 大友便全军覆没 无奈之下 他选择向警方自首 大友组消失 会长约见他庆祝一番 可当他回头之时 加藤开枪射杀了他 紧接着他又套出 另一把手枪射杀了会长 并所有人没有想到结果出现 加藤拿着两把手枪 围责了会长和小泽 互射至此的假象 所有的大哥挂掉 加藤成为了新会长 而大友组的十元成为了亲父 兴风血雨下来 加藤成为了赢家 他们要放弃之前的黑生意 转战赌场 股票正当生意 加藤能够胜利 离不开骗钢的挑事 他在黑道周旋获取情报 再交给需要的人 达到满意的结果 他不能说是全黑 也不能说白 他希望加藤上位 作为警方 端掉黑帮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如此庞大的组织 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到的 他汉子和黑帮勾结在一起 仔细想想那些厉害的角色 基本上都因为内斗死掉 剩下的都是些虾兵蟹将 没有高智商头脑的指挥 再大的组织也是一盘散沙 竟然一时铲除不了山王会 不如一点一点解决 老会长过于精明 除掉他 换上心机少的加藤上 以后组织的凝聚率也会下降 而且关键时刻 能够拿加藤杀会长做要挟 之前组织都是会长亲信手下 就算会长坑他们 他们也会忠心耿耿 毕竟是会长带着他们成长的 如果换成加藤 顺服性不如从前 组织团结性不如以前 在未来很有可能报复性大乱斗 内部混战把自己搞死 加藤上位还有一点好处 之前做的都是违法生意 加藤要做正当生意 对社会来说 是更加稳定的好处 纵观整部剧 最聪明的应该是会长 收村赖地盘收得相当顺利 来回忽悠一直都是老好人 而加藤属于暴力威胁 找了套路直接硬赶 总有一天会死在强势之上 会长属于能屈能伸 在所有人身上榨取金钱 手下只不过他的打货工具而已 到了一定时间收割一波韭菜 在电影的结尾 大友被关进监狱 被突然出现的木村捅了两刀 片刚告知加藤 大友已经死亡 故事已到此结束 本片是著名导演 北野武的《极恶肥盗》 还原黑帮中的明争暗斗 最后都没有好下场的警示片 本期是第一部 一共分为三部 下期会接着讲解其他剧集 喜欢的话点击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